HELLO 大家好,今天來為各位介紹開箱 TRIGON 自由品牌所推出的 V1 PLUS 這把槍齁 好,那你收到東西之後呢 你會像這樣子拿到他的槍盒 來,我們打開來看 好,裡面呢 槍 然後他的槍管 然後還有槍口套 那在外面使用記得一定都要使用我們的槍口套 那就是為了安全上的考量 避免呢,你裡面有剩的子彈 然後又忘記關保險 然後去做擊發就會打到 可能沒有戴面罩的人啊,之類等等的 這是為了安全 好,我們先放旁邊 好,我們的槍,我們先把槍管裝上去 好,組起來呢,就會像這樣子 好,我們槍管呢 使用我們9吋的槍管 那他的口徑呢 是0.68的 也就是說他使用17 mini的氣彈 然後他是用鋁合金 包含我們槍身這邊到前握把 他都是用鋁合金做的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前握把這邊呢 他有做一個壓化設計 所以呢你會比較好握 好,也有指滑這樣子 然後當然他也是耐撞擊 你也不可以故意的去給他撞 那還是會有危險發生 那比一般傳統的氣彈槍呢 好,只有一個管子在這邊 安全很多 所以他可以耐撞擊 那也好握 好,那後面這邊呢 我們手握的地方 我們槍把這裡 他是用所謂的複合材料 包含我們這個彈井這邊 也是用所謂的複合材料 就是尼龍加仙啦 然後那他材質上呢更堅固 然後呢也更好握 然後也更輕 就是整個重量都比較輕啦 所以你握起來就也會比較舒服 這樣子 好,再來看到我們後面上面這裡呢 我們的拉桿 小拉餅這邊 那他是做一個 像這樣子 飛碟式的設計 那跟一般的拉桿 小拉餅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做一個飛碟式的設計 所以你在拉的時候呢 會比較好拉 好,不刮手 然後比較好拉 你在抽出來 不論是清潔啊 還是保養啊 都會比較好拉 比較快速比較方便 好,那他本身也是用 白鐵做的 好,就是所謂的不鏽鋼 然後也是仿鏽的這樣子 好,我們後面這裡 這邊 也是用一個快拆的 好,一個插銷 那你在取脊椎啊 是後面等等 好,保養的零件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方便 比較好取 好,那我們就拿下來給大家看 這一根 也是用不鏽鋼 白鐵做的 好,拿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要記得後面 要稍微壓著 因為裡面有彈簧嘛 不然你沒有壓著 直接拿下來 他會整個噴出來 好,我們就拿下來 出來 好,那這時候呢 如果拿不下來 我們就拿一個工具 把它取出來 這時候如果你有扳手煮 我們就稍微勾一下 把它拿出來 好,那極鎚呢 他本身表面有做一個電鍍的處理 好,那表面電鍍的處理呢 當然他就是防鏽 再來呢 他是光滑面 那光滑面呢 在運作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順暢 然後前面這邊 這個黑色歐環的地方呢 那他就是用所謂的 制式 制式通用的規格 所以 如果說有需要保養啊 還是 清潔的時候 如果需要做到更換的時候 你去一般的歐環店 或是說油風電都找得到 就方便好取 好,那再來就是 這把B1 Plus 跟其他一般的機械槍 最不一樣的地方 他就是有做所謂的專利設計 那他專利設計的地方在哪裡呢 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這個專利設計呢 就是在我們前面 這個氣勢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叫做 我們專利設計 叫做太陽導感組 那我們今天就拿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好,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太陽導感組 那因為這個專利的設計呢 所以我們這把槍 兩種氣體都可以去使用 不論是高壓空氣 還是CO2 好,都可以去做使用它 然後因為呢 最主要是說 一般的氣彈槍 工作壓介於750到850psi之間 那高於或是低於這個工作壓 除了會影響射速的穩定性之外呢 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因為 槍枝就會故障 就有可能像是 放屁啊 連擊 或是單發等等的 那 我們的V1 Plus 經過實際測試之後 我們保守啊 大約 就會在 650到950psi之間 都是可以正常的去做射擊 那也是因為 這麼寬的這個公差值 所以氣體的部分啊 我們的CO2 或是說高壓空氣 都可以去做使用 那它更穩定 在使用起來的時候 可以更穩定 更順 然後更不容易故障 那就可以減少 就是槍枝故障 然後你需要去做維修的一個問題 好 這就是所謂我們的 太陽高杆組的一個專利設計 好 介紹就到這邊 那我就把它裝回去齁 好 那在裝我們太陽高杆組的時候 要記得齁 一定要對到它OK的位置 也就是說 要確定我們的太陽高杆組 有穿過氣閥的孔位 好 那 可以用 手稍微給它轉一下這樣子 好 確定它有裝好 好 前面 在對的時候呢 牙一定要對正 再去做鎖的動作 好 好 那我們在鎖的時候一定要記得齁 東西都是有緊就好齁 不要去做鎖死 避免那個牙 受傷了 那到時候更換零件就會更麻煩 好 那我們先把脊椎放進去 那放之前呢 要記得齁 前面 這邊凸凸的 好 要朝前 然後後面有一個孔的 我們朝後 然後正上方呢 應該會有這個圓的 這個洞 好 我們要朝上 好 像這樣子裝進去 好 這時候可以扣動一下板機 讓它往前 好 那為什麼那個洞要朝上呢 為了就是 好 我們要對到這一個 我們拉 小拉柄 我們拉桿上面的這個 小拉柄 好 對上去 對到之後呢 好 它要稍微抓一下感覺 好 那因為我常常用啦 所以呢 這感覺抓蠻快的 好 再來就是我們前面這個黑色的 好 防撞體 好 彈簧 好 跟後面這個色素調整桿 好 都裝進去之後呢 來 我們扣 推了我們的小拉柄 然後呢 扣動板機 這時候讓它往前跑 然後 後蓋 後蓋呢 它會有個凹槽 我們一樣是朝上 對正 為了跟插銷 為了去對到插銷 好 放好之後呢 壓著 我們把插銷對上去 然後把插銷上面的歐環 套上去 好 就組完了齁 好 拆跟組呢都很簡單 好 我們現在賣場呢 都有販賣 我們這一把B1 Plus 有興趣的人呢 都可以去看 好 那今天的介紹影片呢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